大家好 現在很多人都在學韓文 我身邊也有不少朋友出去上學 但我經常聽到他們說 為什麼學了這麼久 都是不能跟韓國人聊天的 不如我分享一下我如何在三個月裡 其實都不是學好的 是可以很順利地跟韓國人聊天 首先,學任何一個語言 就是要學最基本的東西 那什麼是基本的東西呢? 這些母音和子音 如果你出去上課 老師一定會叫你記熟這個順序 因為韓文很多字的發音 都要跟這個順序有關係 例如是 你會看到下面雖然有兩個子音 但它是發結的 所以就變成 不過我那時候很懶 就沒記到那個次序 所以如果你現在問我那個次序是什麼 我是...不記得的 我是沒有買過任何一本韓文的教學書的 我就是在Youtube打韓文教學這四個字 然後就會有千千萬萬相關的片段 就會彈出來的 我那時候是選了一些有個老師 還有後面有一塊黑板的一些片段來學 其實那個頻道是有很多條教學片的 有些老師是用日文教 有些老師是用英文 有些老師是用普通話 我幾乎全部都看完了 當你看完所有片之後 你對韓文都有一定的認識 但因為始終不是上課 你沒有一本教科書 跟著順序學 其實會有少少迷失了方向 這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去 《Talk to me in Korean》 這個網站是由一班精通英文的韓國人開設的 網站裡面教我的韓文 全部都是由淺入深 由低level至高level都有 大多數都是日常生活用語 而且解釋是非常詳盡 如果你看完這個網站之後 你的韓文能力又上升到一個層次 然後呢 你就可以搜尋一些你自己想學 但又未學到的文化 如果你有心機的話 不妨找本部就是抄下你的notes 但只是寫和看 是不是覺得差一點呢 沒錯就是最重要的口語 你就是會聽、會看 但不會說 是沒有用的 我身邊都沒有人懂韓文 怎麼練呢 誰說練口語 一定要有人在旁邊陪你練 做任何事都可以練韓文 夢買老子無路馬上 試著看你 我會想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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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ie Leonard 我会想看你 我會想看你 他這位樣子 我會想看你 我會想看你 最後一場 就是 consequento 他還要看你 你就算上了 你能夠吸氣 你でも男人 都不算 我會想看你 為什麼你會想看你 那頭髮怎麼會想看你 我真的真的浪雅 你嘗試對你 好好嗎 那頭髮 是不是很絕的? 可以了 失望了 是不是很好玩呢? 這是我最喜歡的方法 以上就是我學韓文的方法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希望大家都可以像我這樣 一起為自己喜歡的語言繼續努力 如果大家想再知道我學韓文 或者我的韓國生活的話 可以繼續留意我其他片 多謝收看,安妞